电视剧《婚姻料理》当中有一句台词说 没有性爱的婚姻是死的 我看到大批网友在底下留言就说了 对我的婚姻就是死的 我才25岁婚姻就已经宣告死亡 我还曾经看到过一个热门的提问 问有多少人可以坚持10年无性婚姻 有一个女网友直接回答说 反正我是一个月都受不了 夫妻之间没有那事 那结婚干嘛 我老公要是不做直接下岗得了 还有人说 一个男儿如果爱你 只要不是病理性原因 就会情不自禁地想碰你 我在前几天总结了一下 来我们这里咨询的 尤其是发现另一半背叛的客户 发现他们通常都是两到三年 甚至最长有十年没有夫妻生活的 很多女性不能理解 为什么没有夫妻生活 另一半就会背叛 我用李银河老师的一句话说 就是人生就是食欲和性欲缺一不可 就是两件事 而性是人类最深刻的欲望 性不是仅仅只以身欲为目的 性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表达感情 而且李银河老师还说了 性还有一个意义是 维护人际关系缓解冲突 动物界研究也发现 当窝黑猩猩发生冲突斗殴的时候 如果有一只母的跟公的发生了关系 就能够缓解冲突 其实人类也是一样的 这就是我之前很多视频里经常说的 性是家庭关系稳定的联合剂 所谓的床头吵架床尾和 说的就是性在夫妻关系当中起的重要作用 所以如果一对夫妻彼此对对方 都没有了强烈的意愿 不想碰他了 也不想让他碰自己了 那这样的婚姻一定是无法亲密的 真的 不要再不重视夫妻生活了 尤其是长时间没有的 一定要尽快恢复起来 记住哦 夫妻之间这种生理性的喜欢 就是爱的表现